四人闻声停住脚步 面无表情地看向老三等人 姑娘站在四人中间 鬓脚汗水狂流 粉泉紧握 跟你说话呢 把拒绝症拿出来我看一眼 我们是带规划区过来进货的 没有长期拒绝症 出入证明给我看一下 好 矮个子低头就奔着裤兜摸去 老三也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油条 他瞄了一眼对方的着装 不自觉地就往后躲了一步 右手佯装要背到身后 但是本意确实想摸枪 矮个子将手刚插进裤兜 姑娘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救我 他们绑架 别动 不许动 有别动 话音刚落 矮个子旁边的同伴一甩一袖子 右手攥着一个踢三四军用手雷吼道 神疤了 中了全死 刹时间 饭店内一片混乱 吃饭的客人抱头向四周散去 矮个子一把拽过姑娘后退 表情波澜不惊 野狐 我从后门走 老三额头彪悍 右手放在枪套上 指着拿雷的中年喊道 你别激动 兄弟 这玩意儿没想是一个事 想来就是另外一个事了 话刚说完 老猫突然抱起 顺手抄起桌上一个酒瓶子 砰的一声 就砸在对方的腕子上 中年后退一步 表情极为凶悍 心里一点犹豫都没有的 冲着人群就扔了雷 鲸鱼突然抱起 一把薅过老猫的脖领子 连续后退一束步 轰隆一声巨响泛起 大坑平地起 无数砖头碎片腾空而起 两张桌子被炸得粉碎散开 三名警员被弹片与蹦剑物射伤倒地 老三趴在地上高声吼道 躲一躲 开枪打那个拿雷的 我走 我走 两声枪响泛起 老三刚要爬起来 屁股顿时抱起了一团血雾 整个人扑通一声就再次倒下 老三慌乱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 见鲜血横流后 瞪着眼珠子骂道 我就操你个妈了老猫 你真是死了妈呀 爆炸过后 秦宇倒地甩了甩脑袋 满嘴酒气地冲老猫问道 你没事吧 多亏老三他们来了 不然 不然咱俩动手就真完了 你别说啊 老三他们还真是铁血战士 老猫惊魂未定地擦了擦汗水 秦宇一看这货没啥事 立马伸手推开他 扭头扫向四周 随即冲着不远处的一个同事 低声喊道 枪 枪给我 对方躲在一张木桌后面 脸颊惊恐地扫了一眼秦宇 眼神明显有些懵 秦宇再次低吼了一声 枪给我 对方回过神来 连想都没想地顺着地面 就把枪扔了过去 随即继续蹲在桌下不动 枪是A2911型号 但母子却是M1911的母子 只不过被改良过 弹量加大过 足有九发 是一线警队专用枪 而秦宇之前没接触过这种枪 只在杂志上见过 可枪械构造以及手感都是共同的 他拿过来扫了两眼 才习惯性地先退出弹夹检查 再重新撸动枪栓 动作一气呵成 非常简烈 枪在手 秦宇猫腰站起 横迈了两步拉开角度 左臂横摆当枪甲 单手握枪 果断地扣动扳机 扛扛扛的 三声枪响 左前方刚才扔雷的中年后脑 爆开 当场倒地 是的 秦宇没有选择击伤 而是击毙 因为对方全部持有枪鞋 并且下手极狠 你留有余地就意味着可能有其他人伤亡 连开三枪后 秦宇根本就没往别处看就弯下了腰 砰砰砰 果然 一排子弹打过来 崩得墙壁碎屑横飞 秦宇听声变味 身体猫腰前倾 闪电般冲着外面甩了两枪 但是子弹射空 再加上对方两个雷子反应也很快 素质颇高 一人掩护 一人踹开窗户就钻了出去 没走门 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外面是否还有警队的人在威捕 而走窗户却有一定的突然性 秦宇见两人逃跑 也就没有再追 持枪顺着楼梯就往二楼跑 大厅内 老三坐在地上 左手捂着屁股担子 目光惊愕地看着连眼珠子都不眨 就选择击毙的秦宇 整个人显得有点懵逼 哇塞 小秦这么猛吗 老猫惊呼着起身 冲着三哥等人喊道 追啊 帮没有钱 他就自己 老三斜眼看着他 肺都要气炸了 他觉得自己的丧气 跟这个李富贵有直接关系 只要碰上这个傻叉 准备好事